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签下莫里斯之后 他们的后卫线上拥有霍勒迪 佩顿 克拉克 弗兰克杰克选择有可能加盟的丁龙华兰史 或许加深的后卫线能够弥补龙多离开的缺失 官宣 步行者正式许约主教练内特·麦克米兰 北京时间9月5日 步行者对官方宣布许约主教练内特·麦克米兰 麦克米兰已经在步行者工作了数个赛季 之前担任弗兰克沃格尔的助理教练 两年前才正式成为球队主教练 过去两个赛季 麦克米兰的直交战绩 为九十胜七十四赋 上赛季步行者的常规赛战绩为列东部第五 步行者球队总裁表示 我真的为内特以及我们教练宿所做的感到骄傲 内特非常值得这份许约 我们有着很棒的球队文化 而 它是这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个全新投入的领导 一个非常棒的教练 我们步行者很幸运拥有它 麦克米兰也回应了自己对许约的感受 这次许约肯定了我们 管理层 球约 教练族正在努力达成的目标 马斯签下次轮新秀 美图南加大德分王 辅助阿德北京时间9月5日 马斯官方正式宣布 签下次轮新秀 其美其一美图 美图是上赛季南加州大学德分王 他的加盟能够帮助马斯提升内线深度 马斯正式宣布与美图先决 可原细节没有透露 但据之前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图得到的是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 美图身高2.11英米 体重102公斤 私职大前锋 在2018年选秀第49位被马斯选中 美图代表马斯参加了夏季联赛 出战5场 场均打21.4分钟 场均贡献11.4分7.6篮板1.4助攻 在南加州大学效力的三年期间 美图场均得到12.3分6.3篮板1.6盖帽 三年总计送出168次封盖排名队是第三 在2016-17赛季 美图场均是4.8分7.8篮板1.5盖帽 当雪太平洋12校联盟最快进步球员 入雪太平洋12校联盟最佳阵容第二队 美图在2017-18赛季 场均得到15.9分7.4篮板1.7盖帽 三项数据都是队内第一 入雪太平洋12校联盟最佳阵容第一队 美图是一位攻守剑 背的大个子 马斯很看好他的发展险阱 美图加入马斯 提升了球队在大前锋位置的阵容深度 如果美图感出马斯期待的水准 可以减轻二德里奇的攻防压力 提湖有意追赎德拉基奇 夏季联手农美角乱西部 北京时间9月5日 之前有媒体报道着 热火后卫德拉基奇 是可以被交易的 而近日美国媒体 Hoods报道着 除了太阳之外 提湖和摩树也有意得到这位明星后卫 2015年 热火和德拉基奇签下了一份 5年总价值8500万美金合同 他还剩下两年合同 这位32岁后来有2018-19赛季的球员选项 上赛季德拉基奇代表热火打了75场比赛 场均得到17.3分 4.1个篮板4.8次助攻 他的投篮命中率为45% 三分球命中率为37% 距离新赛季NBA的训练 临开起还有一段时间 显然的是 即便是勒布朗詹姆斯离开东部 因热火队目前的实力 他们也没有太大机会脱颖而出 在此情况下 热火队已经在考虑通过交易 帮助球队重建 根据激进热火队的消息透露 热火队享用德拉基奇 换来一个首的选秀权 除了太阳队之外 提湖、魔术都是德拉基奇的追逐者 这个休赛期 提湖队失去了多位重要球员 比如输考仙斯和朗多 考仙斯加盟了未免冠军勇士队 而朗多和国人队签下了为期一年的合同 辅佐勒布朗 掌姆斯 在此情况下 提湖队签下了朱利耶斯兰德尔 弥补考仙斯出走的空缺 但阿尔府里的配队能否弥补朗多的空缺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为了下个赛季在西部更进一步 如果提湖队能够通货交易得到德拉基奇 对于球队来说 这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 提湖队的总经理 邓普斯过去几年 已经多次表达过对于德拉基奇的兴趣 如果热火队有一交易德拉基奇 现在对于提湖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如果德拉基奇加盟提湖 他不需要担心适应的问题 因为提湖队的主帅是金特里 两人在太阳时期有过合作 虽然提湖队已经有了霍勒迪 但上个赛季 当朗多加盟 提湖让霍勒迪打得分后卫的时候 他反而有着更好的表现 过去的一个赛季 霍勒迪场却可以得到19分6助攻 2.5次强断 投篮命中率达到了49.4% 三分球命中率为33.7% 虽然德拉基奇和朗多风格不同 但他和霍勒迪之间 简利化学反应 似乎并没有那么难 如果德拉基奇加盟 下赛季提湖队的首发阵容 将变成德拉基奇 霍勒迪 米罗蒂奇 兰德尔 安东尼大维斯 这样的阵容 还是让球迷们筹码期待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几乎队是否有足够的筹码 打动热火